大家好,我是陈老师 你们知道to wear的汉语是什么吗? 有的同学说是穿,有的同学说是戴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穿和戴有什么不同 穿一般和衣服有关,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比如上衣、外套、裤子等 戴一般和别的小东西有关 不戴也没关系 比如眼镜、手表、戒指等 举个例子,这几天天气突然变冷了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衣服 当然也别忘了戴好帽子、手套和围巾 千万别感冒了哦 但是袜子这个词我们要说穿袜子 现在你知道脚的保暖有多重要了吧 天冷了,大家一定要穿戴好再出门哦 你们学会了吗?我们下次见,拜拜 来看看 感谢观看